那随时我们也有可能会打上这件事情 那我们只是把自己该做的本分 跟一些该做的一些训练 把它做好而已 我的职业是仓储人员 我的职业是设备工程师 我的职业是餐厅经理 我的职业是快递人员 我的职业是动画师 我的职业是木工 我的职业是捷衍局工程员 我们愿意为国家庭设处 为提升后备战力 达成立即动员 立即作战目标 首批新智14天教育召集训练 于日前展开 教肇员依令前往召集事务所报道 迅速建立后备部队战力 体现爱国心与首途有则的坚定性面 同时展现出自我防卫力量与坚强决心 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居安思维的一个观念 那尤其是有现在国际的情势 我觉得除了是长辈意之外 还有现意之外 其实后辈它也是一个 就是让我们在除了社会中有工作之外之以 拨这个时间出来做训练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制度和方式 这也是我们迎进的国民运务 孩子不管是教招或是服兵役 这个是他们的义务跟责任 而且孩子本来都要是让他们去吃点苦 去到军中让他们磨练训练才会成长 我想我们国家的未来也是需要他们年轻人 首批的新制十四天教育召集训练 致重点于专长复训 射击训练 组合训练 战斗教练 及灾害防救 并加强各项科目训练 增加夜间 野营外塑训练 及累积十公里上行军 其中射击训练部分 由12小时调整为28小时 透过实施兵器教练等课程复训 增加兆元射击时数与弹药数量 借以强化单兵个人配复武器 多人操作武器机械训练及组合实作 进一步保持武器操作手感 射击命中精度与临场感 另外 战斗教练方面 则由12小时调整为56小时 并采战术行军 结合战斗间各种状况处置 磨练干部指挥 及部队应处凌厉 其透过强化教招 与常备部队共同建构强韧防御体系 达成长后部队一体目标 有效满足防卫作战需求 像战争这东西没有人说什么时候会遇到 那随时我们也有可能会打上这件事情 那我们只是把自己该做的本分 跟一些该做的一些训练把它做好而已 其实会发现说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愿意挺身而出 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家园挺身而出 比较荣誉 觉得自己比较有负责任的感觉 以后出的社会或者是在发酵国家 我觉得都是要一个责任 保卫国家我觉得是应该的 我身为台湾人 我觉得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土 这个是非常棒的 红弹 纯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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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的时候一定很需要 那这个军人来源最主要就是要动员后备军人 所以这个构想现在正在做这个很好 为了解新智教招训练实况 三军统帅蔡英文总统 赤岛陆军两栋六旅教招部队 实弹射击训练状况 沐浴战开设 即整备情形 营地速速规划 以及营地搭设状况 这次教招 落实全民国防的精神 贯彻 就地动员 就地作战的原则 这个训练规划 除了让战时动员 可以更加的迅速 相信所有的造员 对于守护家园的向心力也会更加的坚强 在这一次的教招 有些人因为太太快要生产 他们可以申请免招 但是他们还是来履行义务 有很多人放下工作来参与教招 展现首富国家的决心 也保护自己的家人 还有在教招行军当中 有小学老师带着同学 一起为我们的后备军人加油 这也代表国人对国防的重视 也是推动全民国防的意义 近来的乌克兰的情势再次证明 守护国家除了国际的声援和协助 还是要靠全民团结一致